你幹嘛這樣逆向騎過來 外送騎士違規逆向 遭到警方攔查取締 麻煩你證件出示一下 麻煩你證件出示一下 不好意思 你不要無條 這樣子等於是不服取締警察 等於要加開你一張喔 沒想到外送員不服 不斷強詞奪理 還試圖騎車走人 警方只說會開罰單 沒想到外送員騎車離開 還大罵髒話 不服取締還這麼囂張 警方騎車追上去 事發就在台中風源 當時這位外送員取餐完 趕時間要送餐 竟然違規逆向超捷徑 被警方攔查 還試圖要逃走 最後眼看被多名警方圍住 無路可跑 外送員乾脆耍賴 趴在地上裝哭 所有過程被附近民眾拍下來 直呼警方真辛苦 不過警方的工作可還沒結束 竟然還要代替外送員送餐 副所長穿著制服 提著外送袋到送餐地點 店家還嚇一跳 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沒想到是餐點抵達了 送餐人是警察 還滿錯愕 想說是不是狗叫太大聲 然後被檢舉之類的 結果他就進來 他就說你們有叫UberEa嗎 然後我們說有有有 他就說因為那個送貨員 有一點技術上的問題 店家說還好只是虛驚異常 雖然嚇一跳 但事後覺得很有趣 是特別的驚豔 蘇南聲稱 所以招警方開單 一時急去失控 才恐出會員標罵員警 警方表示這名外送員 有多起妨害公務前科 早已是累犯 但是副所長擔心 餐點沒有送達 外送平台會將 這名外送員停權 擔心他之後沒錢賺 還是心軟幫忙送外送 TVBS新聞張俊彥賴 從廖反映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